几根管线就插在树干上面 一旁还连了一部电脑 模拟树干内部的状况 看起来就很像是插了管的病人一样 这里是淡水的中列池 而正在为大树诊断的 就是临事所的树医团队 为了要宣示护树的决心 新北市政府启动了 卓木鸟护树计划 除了引进树木医疗团 更要推动新北市的树木修剪认诊 保护的树木也非常重要 那如何去把这个保护树木 跟建设能够做到一个 大家都能够认同 那是我们政府来做 这个复树计划的一个目的 那也希望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总共办了两个梯式 300多位的一个修树的认证 而淡水中列池就是这个计划的起点 为了要向世人介绍 最新的树木医疗技术 新北市也和临事所的树医团队合作 要将各种先进的疗法 引进新北市 而今天临事所所长也亲自出席 讲解如何挽救这棵 已经中空的老树 并且现场示范注射药物 希望能够控制它的病情 就利用这样的 从外观目视之外 利用仪器来确定说 这棵树到底它的腐朽 孔洞的状况是如何 然后判断它的安全性跟危险度 那如果需要处理 需要治疗的话 我们再用其他的技术 来加以治疗 希望说每棵树 在我们的周遭 都可以变成我们很好的朋友 在重视智然环境保护的今天 树木医疗技术的研发 将来也是重要的课题 新北市也希望 可以在竹木鸟医疗团的照顾之下 提升新北市的树木保育观念 让新北市的老树 都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记得春波未淡水采访报道 新北市的树木保育观念 新北市的树木保育观念 新北市的树木保育观念